民众想象一下两条道路交汇的地方 要是它的角度相当的小 可想知这对驾驶朋友来说 好像是在U型回转一样 考验着驾驶的这个技术 万一这个车辆回转不过去的话 可能会造成差创的意外事件来发生 其实这个地方就位在万里地区 至于要如何的来处理 是原料先想发起了会开 希望改善耗制标线 解决这个交通问题 万里区马树路与马树顶街教会路口 常常有民众想要在马树顶街转进马树路时 因为弯道呈现U字形 往往必须绕很大一圈 或是弯不过去 干脆就在弯道上打倒退档再弯一次 顺利过弯耗时有好精神 弯不过去还可能与停在停止 线后的车辆来插撞 为此里长也期盼能够改善现况 今天市议员廖先祥也发起会刊 希望让车祸意外降到最低 这边就是因为道路比较 不要回转的问题会比较危险一点 那这个车子的禁止线的位置 也不是很恰当 所以我们有请交通局 跟地方上的一些议员 来做一个关切 让民众在行的安全上面 有更大的一个空间 有更安全的使用道路的范围 目前来讲确实是有发生 小差状的问题 但是还不至于造成有很严重的 但是我们防范已未来 所以我们就是有拜托了我们的议员 来做一个现场会刊的动作 那下以改善 马术路于马术顶接交汇处 由于角度相当小 还有高低的落差 本来视线就已经不良好 转弯还必须闪过停在停止线后的车辆 可以说是相当考验开车技术 若是停等红灯的车辆 还超过停止线 就必须倒车再弯一次 相当的危险又不方便 好我们马术路跟马术顶接 那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Y字路口 那所以说 从马术顶接要右转到马术路的时候 那因为这个激进360度的回转 那就很需要比较大的回转空间 那这现况这个停止线 其实是比较接近路口的 所以在回转的时候 可能就是要变成说 如果说回转的不是很顺利的话 就卡住可能还要挖鼓 会造成大家的困扰 那所以今天来会看 那把我们的地方的标志标线调整一下 把我们的这个停止线往后退 让我们的回转的车辆 有一个比较足够的空间 希望能够改善我们这边民众通行的一些困扰 会看中市府交通局提出 将马术路上的停止线往后退缩 一个公车车绳的长度 大约是退缩到商店与民宅之间的小巷道前 并且为了给民众行的安全 还加设行穿线 市议员也期盼 停止线的退缩 能够让车辆转弯顺畅一些 减少车辆差弱的可能 让马术路与马术顶街交汇处的交通更安全 请角高平衡万里采访报导